六河塔 六河塔 以前呢 这里一直发潮水 我要跟你讲那个潮水 潮水来呢 这边以前有那个地岸 没有地岸呢 是没有地岸的话呢 就是那个 很多人死嘛 有一个孩子的妈妈呢 就被那个浪卷到水里 龙王请他们吃晚餐了 就没有回来 扔上去 人家吃以后呢 龙王住在哪里啊 龙王住在水晶宫里啊 水晶宫呢我水晶宫破啊 水晶很贵的话 龙王就现身了 他就说谁 在往我的水晶宫上扔那个石头啊 小孩子说是我 龙王说 小心我吃了你 小孩子说我怕你啊 用石头丢 龙王说你不要丢了你再丢的话呢 水晶宫都破到完了 小孩子说你把我妈妈还给我 你把我妈妈还给我 我才不丢 那么龙王没办法了 就把妈妈不要再扔了 小孩子说我的妈妈就被你害死了 你要答应我 从此不可以再发大水 害死老百姓 龙王说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你不要扔石头了 结果呢 不会淹掉很多 比别的地方水位低 就是从这边过就OK 但是过了这边继续 大风大浪 那么人家为了纪念这个孩子呢 就这边建了一个塔 六河就是 东南西北上和下 都是河 沖进来 淹没路面了 那如果有那个大的地方的话呢 我跟你讲 你站在这里都会被卷走 所以呢 人们都纪念这个孩子 是因为他丢石头 龙王就不敢在这边 潮水无情 你到时候被他卷走了 回不来了 很多人从这边就走下去 从这里要下去 下去潮水来的时候 他们被惊呆了 惊呆逃都来不及逃啊 这个潮水比车子还快 白色的切勿下低 嗯 还有危险 很多人都要下去啊 下去的时候 我们以前啊 有那个建的像那个 呃 就是体育场一样吧 水泥坐的那个台阶 没有凳子的 一节一节台阶 你就是坐在上面 OK 然后告诉 你马来西亚人来没有排打 那么叫干等 然后小孩子穿来穿去 跑来跑去叫啊